我是一片成心哪 信不信有你 总而言之 我不会让你许西亚公主 会能看着王姑娘 为你伤心哪 表面 你这个卑鄙小人 对 你这种小人 敢能有君子的手段 好 敢 跟我 这样 看你还敢跟我斗 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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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想走 没那么便宜吧 你父亲身患重病 大丈母不屑趁人之威 放他一条生路不要紧 可你是没有病痛的 那我就领教萧兄的高招 好 老板 不 我 就 你 你 好 你 阿弥陀佛 佛门善地 阿弥陀佛 佛门善地 不可妄动 阿弥陀佛 小丰 实在是个曹芒匹夫 还请神增恕罪啊 好说 好说 老僧对萧施主好生敬佩 大英雄本色为萧丰 当之无愧 家父犯下杀人罪孽 都是因在下而引起的 恳求神增 治疗家父身上之伤 所有罪责 都由在下自己领受 万死不辞 老衲已经说过 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 需从佛法中寻求 佛有心生 佛即是觉悟 旁人只能指点却不能代劳 好 我想问萧老施主一句话 如果你有治病的能耐 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 你肯不肯替他医治 我 我 我 让我替慕容老匹夫治兵 你嘴里放干净些 慕容老匹夫杀了我的爱妻 毁了我的一生 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做成肉贱 你不见到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 便难消心头大恨吗 正是 三十年来 老夫日死夜响呢 便是抱着一桩血海深仇 好 那也容易 好 父亲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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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肖老施主 慕容老施主已经死了 你心中的仇恨可以平了吧 你想去哪儿 这就请吧 我 我去哪儿啊我 我早就没有嫁了 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 你未能亲手抱此大仇 心有余憾是不是 不是 即使你不杀死他 我也不想杀他了 善哉 可是这位慕容少侠 伤痛父亲之死 要找你我报仇 却如何是好啊 山僧是带老夫出手 杀死他的 慕容少侠 要为父报仇 让他前来杀我吧 枫儿 你回大辽去吧 咱们的事情办完了 路走到尽头了 慕容少侠如果打死了你 肖大侠定会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 如此渊渊相报何时放了 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我吧 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我吧 快点 前面 爹 爹 好 好君的功夫 降龙十八掌 果然天下第一 是時候了 該走了 幹什麼 容下 走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归席之免 再图解救 天下哪有先将人打死 再给人治伤治法 你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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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人由生到死 由死到生地走了一遍 心中可还有什么放不下 倘若适才就此死了 还有什么兴富大焉 报复欺仇的念头吗 弟子空在少林寺 偷了三十年的武功 全是假的 没有半点佛门弟子的慈悲之心 恳请师父收录 你的杀妻之仇不想报了 弟子平生杀人上来 他若被我所杀之人的亲人 都来向我复仇所命 弟子死生一百次 也不能回报 善哉 善哉 你呢 庶民如尘土 帝王亦如尘土 大言不复国是空 复国亦是空 大车大悟 善哉善哉 求大师收为弟子 更加开导 师父 你们想出家为僧 须得求少林寺的大师们替度 不过老衲有几句话 不妨说给你们听听 谨听师父教诲 念门出路 应物随情 自在无碍 所作皆成 了本识心 识心见佛 识心是佛 识佛是心 念念佛心 余得早成 借心自律 静律静心 心既是佛 除此新亡 更无忧 静律静 三弟 段师主 三弟 三弟 主秦之服 一次 四弟 你所未处许 大师 我兄弟他 这位公子的内力极其深厚 若非如此 那戟火焰刀已经取了他的性命 现在已经基本无恙 不过要迅速找一个室内进我 我当有个很好的去处 现在就带他去 弟子愿意皈依三宝 拜在师父门下 在少林寺出家 佛弥陀佛 善哉 善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兹姑娘 进去歇歇吧 阿弥陀佛 把门开开 怎么里面不死出个人来啊 你要是不开门的话 姑娘我可就把这房子给烧了 阿弥陀佛 也许是你刚才听差了 里面没人 我们进去吧 这窗刚才有人睡过 还是热的 庄帮主 帮中的大事未讨 你便这么撒手就走 算什么玩意儿呢 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么跟帮主说话 把全冠卿给我叫来 全冠卿一被绑起来了 让庄帮主喘 知道 庄帮主 你卖星宿老怪为师 丢进了丐帮的脸 又派人杀害本帮兄弟 大伙今天让你有个交代 你 对帮中兄弟 竟下如此毒手 全死了 太好了 叫你们来追我们 张大哥 你饿不饿啊 我们去找店吃的吧 厨房那边好像有吃的 你扶我过去 嗯 床底下好像有人 赵大哥 快把他们拉出来 打死他们 别打别打 别打 别打 我出来了 我这不出来了吗 怎么有个小姑娘的声音啊 是个男的 带着个小姑娘 躲在床底下 那个小姑娘的眼睛 咕哩哩哩直转 只是盯着你 盯着我 他是不是在笑话 我是个瞎子 床大哥 你办法的眼粥子给我挖出来 你 你跑 你再跑 再跑我就把这个男的给杀了 小瞎子 你赶上他 你敢说我是小瞎子 大哥别动 有毒 我今天也让你变成一个瞎子 上 不要 你们要挖 还是把我的眼珠吧 阿姊妹妹 我们是一家人 三弟 伤口又破 流了很多血 姐夫 姐夫 是你吗 大哥不必担心 我有灵鹫宫的九转雄蛇丸 是智商灵药 拿来 大哥 二哥 不许他挖灵妹妹的眼珠 不许他挖灵妹妹的眼珠 大哥 二哥 不许他挖灵妹妹的眼珠 嗯 姐夫 姐夫 我姐姐死前说什么来着 你 并把他打死了 便将他庭中前的嘱咐全都忘到脑后了吗 你 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我 丁老怪把我的眼睛给弄瞎了你也根本不放在心上 人家都说 都说你是个大英雄 可你连小姨子都保护不好 我是对不起你姐姐 姐夫 我眼睛瞎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不如死了好呢 老子 我不是已经把你交给你父母了吗 你怎么又跟这人混在一起了 你还是跟你父女回大理吧 你的眼睛虽然瞎了 可是大理王府中有很多人可以照顾你 我娘又不是真的王妃 我要是到大理去 王府中那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 我爹的那些手下 个个都恨我恨得要命 我现在眼睛又瞎了 我要是回去了 肯定被他们害死了 那你就跟我回云州城去 咱们好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总比你在江湖上胡混要好 我 我还到你的王府中去啊 我的妈呀 我的眼睛没瞎的时候 我都快要被闷出病来了 我哪能再回去啊 再说了 你也不像志位庄帮主那样 那么听我的话 我还不如在江湖上过颠沛流离的生活 那样倒开心些 阿子 你知道这个姓庄的 是什么来历吗 我问过了 不过 一个人说起自己的来历 未必靠得住 姐夫 你当时做丐帮帮主的时候 难道会跟别人说 自己是契丹人吗 你 你 你赶紧给我出去 好好安葬那些丐帮兄弟 快去 姐夫 姐夫 你不理我了 阿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吗 我要你把别人的眼珠子挖出来 给我安上 我 我不要一辈子都做瞎子啊 这世上哪有这种医术啊 我看 阿子姑娘的眼睛 只是表面一层膜坏了 倘若有一对活人的眼珠子给换上 我说不定能赴你们 真的吗 是真的吗 叙主师父 你 你不是骗我的吧 出家人不打狂语 我自然不是骗你的 不过 只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呀 好叙主师父 叙主哥 我 我 我 你看 你和我姐夫已经结一金兰 咱俩可就是一家人了 刚才我姐夫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他可是最疼我的 姐夫 对不对啊 姐夫 姐夫 你可一定要让你的异地 把我的眼睛治好啊 我曾听师伯说过 要是眼睛表面的膜坏了 只要有一双活人的眼膜换上 有时候 是可以复明的 但是这个法子我是不会的 那你师伯肯定会啊 叙主哥 那你啊 就帮我好好去求求他老人家 叙主哥 我师伯已经不在人世了 原来 你们都是在骗我的 不是不是 我飘渺风灵九宫 确实有很多医书要点 说不定 这个幻眼之法就藏在宫里面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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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个大男人 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 眼睛何等宝贵 什么人可换来给你啊 姐夫 姐夫 好了阿子 我们不可能挖别人的眼睛去给你啊 这不等于害了另外一个人吗 叙主哥 你看 我 我 我还是你三弟的亲妹妹呢 你就替我的眼睛想想办法吧 哼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是你哥哥 还要叫人来伤我信你 我又没跟你说过话 我怎么知道你的声音啊 只不过 嗯 我昨天听爹娘说话 才知道 原来打败慕容傅的那个 大英雄 是我的亲哥哥 哎呀 这下可好了 我的姐夫 是个大英雄 我的亲哥哥 也是一个大英雄 哼真是了不起 什么大英雄啊 你别胡说八道 不许你伤害灵妹 她也说阿妹 这可就奇怪了 那天在山上的时候 我明明听见 你拼了命地讨好那个王姑娘 我 就怎么一转眼 又看上这个小妹妹了 小哥哥 你也不害臊啊 胡说八道 到底这个灵妹妹 是不是我的嫂子啊 嗯 总而言之 不许你伤害灵妹 小小年纪不学好 拜什么兴修老怪为师 丢我们大理的脸 你要是期待心了 我二哥 就不给你直眼睛了 嗯 哼 倒白起兄长的架子来了 第一次跟我说话 也不亲亲热热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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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打到 我国宗葬王子有令 此关关闭十天 八月十五后再开 八月中秋前 女过男不过 僧过俗不过 老过少不过 死过活不过 这叫四过四不过 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 嘿 老子手里的板斧便是道理 宗赞王子的话便是道理 嘿嘿 你是男子 既非和尚 又非老翁 要过此关 除非是个死人 有人闯官 嘿嘿 原来是个小娃子 滚 别在这儿瞎捣乱 穆姑娘 呃 晚妹 娘们儿可以过去 臭男人不行 老子一看你这是小白脸 我就生气 再敢上前一步把你砸成肉酱 哪来那么多臭规矩 臭娘们儿你找死 哎 你放心 你板妹的功夫我领教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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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 呀 三弟 小心山谱 三哥俩把他撕成两段 别伤我哥哥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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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打伤了这么多人 早该受这种惩罚的 恐怕他们下一次 再也没有打人的本领了 好 婉妹 来 你没事吧 这些日子 你到哪里去了 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你想我 你为什么想我 你不过真想我吗 穆姐姐 我可是真的想你 你是我亲妹妹 叫我姐姐就行了 何必加个木子 我 我为什么是你的亲妹妹啊 你问她 这个 这时候也不方便细说了 哥 怎么这位穆姑娘也是你的相好 你不给我引荐引荐 姊妹 不许胡说 她 她也是你的姐姐 我哪来那么多好夫妻 你 你 别再打了 要断了 要断了 二哥 王姑娘别挂在 雪崖边的一棵大树上 一个吐蜂无声正在喊树 谁也不许过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别再卡了 大家不要动 庄宝主 有话好好说 你跟什么人有仇 为什么要害人呢 段公子 要我支持这胖子并不难 可是你给我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 你要什么好处我全都给你 你快出手 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 好段公子 我就是要带阿子姑娘一起离开 你们谁也不许祖安 你答不答应 救命啊 阿子 阿子要请二哥织眼睛 跟你走了 那天眼睛怎么办 虚竹能替他的眼睛 我也能想办法治好他的眼睛 这个 完了完了 没想到我远了 爱在台湾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我答应你 救命啊 救命啊 王姑娘 王姑娘 阿子 王姑娘 你救命啊 小和尚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和尚了 你既然是我二姐的儿子 又是我月老二的侄子 既然是我月老二的侄子呢 那功夫自然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如果今天不是你助我们一笔之力 那我们岂不是要在这里 吊上个三天三夜 那个时候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老三你就知道说瞎话 那怎么可能吊上三天三夜 要是我支持不住的时候 要是我一松 把你头发放开 你要不要试试 看看能不能啊 王姑娘 王姑娘 这是 阴曹地府吗 你这姑娘可真是会胡说八道啊 如果这是阴曹地府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个个都是死鬼了 我说姑娘 好端端的你干什么要循此觅活的 你死了是你自己愿意 你差点赔上我兄弟云中鹤的一条性命 云中鹤死了也就算了 就算是我们段老大死了也不重要 可是万一我岳老二要是赔上一条性命 那可就大大的划不来了 王姑娘你没事吧 我扶你到 不要罢我 我不想活了 王姑娘 别罢我 王姑娘 王姑娘 徒弟 这云中鹤生性奸恶 你快把他给杀了 嗯 啊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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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管 哎呀 师父 今天全亏了云老四 救了 我的师娘 你的老婆 要不然 你这个老婆 早就以你无乎了 岳老三 你好 岳老二 嘿嘿嘿 小师娘 哎呀 你好啊 我现在是岳老二了 不是岳老三了 你以后 能不能别叫我小师娘啊 多难听啊 哎 岳老二 我问你 这位王姑娘为什么要跳牙呀 嗯 是不是这个主干子惹得火呀 我 我和他痒 笨诚 不对 天地良心 芸老四变了 做起好事来了 我们三个人少了叶二娘这个伴儿 心里头她总是闷闷不乐 我们啊就出来散散心 走到这里刚好看见一个姑娘 她跳崖自尽 力道之大 芸老四又没来的及抓住 我们云老四本来就是个穷雄极恶的家伙 这突然做起好事来有点没个不太习惯 你奶奶的我什么时候大发慈悲做起好事来了 云老四最喜欢漂亮姑娘 我看见王姑娘跳牙我当然舍不得了 我是要把她抓回去做几天老婆 你奶奶的我月老二念在大家是四大恶人的情分上 才没有松手 早知如此 我把手松开让你摔死得了 我说月老二 你本来外号叫做凶神恶煞 是专个坏事不做好事的 你什么时候做起好事来了 是不是你师父教你的呀 那个吐蕃人为什么要害你们呀 我们四大恶人是西夏国一品堂数一数二的高手 这自然你们是早已久仰的了 这次我们公主招驾马就派我们一品堂的高手四处巡视 不准仙杂人等前来捣乱 可是那吐蕃国的王子他蛮不讲理 只许他一个人招不许别人来招 他派人把手膝下个个要道 我们当然就不乐意了 于是我们就出去和他们大打了一架 打死了十几个吐蕃国的武士 王姑娘我师父来了你们就可以做夫妻了 你不用寻死了 你在胡说八道的侮辱我 我先跳下去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王姑娘不可以啊 岳老三不是在胡说 岳老二 好好好岳老二 别再胡说八道了 不过你这次救人有功 我感恩不尽 下次我真的教你几手功夫 去吧 看做我师娘的人多着呢 害怕少了 你看这是我小师娘大师娘 全都是我师娘 讨厌别再胡说八道了 那个丑八怪真的把阿子带走了 好 段公子 请原谅我今生今世无法相报 但愿有来生吧 但愿有来生 段公子 段公子 来 段公子 来 来 救命 救命啊 段公子 来 你没事吧 段公子 三弟 公子 公子 有什么好看的 王姑娘 王姑娘她耳环掉在水里 我帮她捞上来 有什么好笑的 大理段公子前来求亲 令西夏国大感光荣 相信公子一定能够如愿 请随我进城 我们一位公子安排好了住处 那有劳你带路了 公子客气了 请 主兄 我们在明朝 我爸西夏国搞什么鬼啊 明白 我先潜入西夏皇宫 万一情况紧急 我自会出手相助 保护公子 大夫 老公 国士 故宗慕容傅也来到了凌州上 他也来了 他的两个手下 还出手打伤了属下 这 这没用 滚出去 是 是 段公子 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是慕容公子吗 正是我 想请段公子找个地方谈谈 慕容公子盛情邀约 小弟哪敢不奉陪呢 不过 请你先放手吧 现在可放不了手 你 国师 有什么动静啊 刚才慕容副伍把大理那个新段的小子抓走了 你那天晚上跟我表妹说了些什么 怎么粗鲁啊 没什么 碰到的就随便聊了啦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说了的就要敢认 好 我不瞒你了 我答应了王姑娘 要劝你不要坐膝下驸马 就凭你想阻止我 哼 有可能吗 我会尽力而为 你不喜欢王姑娘吗 王姑娘她对你以往情深 你不知道吗 你骗得过我表妹 可你骗不过我慕容副 我骗你干什么呢 是你自己想做膝下驸马吧 就编出这些谎话 想骗我上当 你以为我慕容副是三岁小孩吗 你太小看我了 我是一片好心哪 我是希望你和王姑娘成婚 白头偕老啊 别虚情假意了 我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我表妹吗 你会希望我们成婚 如果我娶了我表妹 你就可以坐膝下驸马了 对不对 我是一片成心哪 信不信有你 总而言之 我不会让你许膝下公主 不能看这王姑娘 为你伤心哪 表妹 你这个卑鄙小人 对你这种小人 哪能有君子的手段 好 干 干 看你还敢跟我斗 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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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果然对他一擁情深呢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清楚 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人是我的大对头 你没听他说 他要尽心竭力阻碍我吗 他在少世山逼得我已经很没面子了 我当然不会放过他 少世山的事是个巧合啊 你知道他那点功夫 是临时不灵的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 以后我在江湖上混 人人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叫我怎么做人 表哥 一时的胜负 你何必挂在心上呢 你既然这么关心他 嫁给他好了 跟着我干什么 表哥 我对你一片真心多少年了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定一片真心 在太湖边的小墨房里 你个性端的小子在草堆里干什么 那是我亲眼所见 还有假的吗 太湖边的小墨房里 那个喜下无事 没错 是我假扮的李延宗 怪不得 你现在知道不完 表哥 好跟小墨房比喻 不是的 我到了之后 你们还在鬼鬼祟祟 不是这样的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知道 我什么也没做 性端是手摸你的脸 你为什么不做 你冤枉我 冤枉我 你冤枉我 你冤枉我 好 扁大哥 我祝你如愿以唱 娶喜下公主 再做大燕皇帝 好 端公子对我一片痴 JUN 我却从来不离他 这次他更是为我而死 我实在是对不起他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不如和他死在一起 来报答他对我的一往情深 段公子 我和你死在一起 走 王姑娘 王姑娘 你也被你表哥扔下来了 王姑娘 你醒醒啊 王姑娘 段公子 我是真的和你死在一起了吗 我们 我们还没有死啊 我们还活着呢 假惺惺 伪君子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贬低我 明明是你逼王姑娘投井自尽 还假仁假义 我劝罪华仔闭上 慕容公子 我和令尊相交多年 互相钦佩 我总算得上是你的长辈吧 你现在这样和我说话 不太礼貌吧 失礼失礼 晚辈请您恕罪 好 你既然自认晚辈 对 我看在你爹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不过我告诉你 我们土博国王子既然想做驸马 我是必须帮他 别人 谁也别想 久莫阵 你别欺人太深 看在我和令尊的交情上 我当然不会取你的性命 但我劝你 快点离开西夏 要是我不走了 你要是不走 那就是敬酒不吃至罚酒了 好 段公子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但是 没想到 幸好老天爷有也 其实 我也很喜欢你 但是我心里不能同时有两个人 现在好了 就让那个人去做他的皇帝梦吧 我 我终于解脱了 我 你走火入国了 段公子 只要你不嫌弃我 不记恨我以前对你冷漠无情 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再也不离开你了 那你表哥怎么办呢 你一直 你一直不是都很喜欢你表哥的吗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到现在我才知道 谁是真的爱我 谁会把我看他 比他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你 你是说我吗 对 在我表哥的一生之中 除了想做大燕的皇帝 别的他什么都不关心 何况是我呢 那那一天 你表哥突然不做皇帝了 又忽然对你好了 那你 你把我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 今天我就跟你定下三生之约 如果我三心二意 又怎么对得起你对我的一片深情啊 都是你爹害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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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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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你来干什么 我现在已经是段公子的人了 如果你要杀他 就连我一块杀了好了 不不不 你要杀 就杀我好了 慕容公子 你去做你的西夏驸马 我不再劝图你了 语音 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再也夺不走了 段郎 不论是生是死 我都跟随着你 表妹 你嫁了段公子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段公子就会是我的表妹子 我怎么会害他呢 慕容公子 是你爹害了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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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狼 干狼 放了干狼 放了他 放了他 表妹 段公子 国师 同归于禁了 放了 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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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情深意中 我去北来得及伺候你一天 不来是 不来是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你 你怎么会死在这个恶僧的手下 王姑娘 你可别这么说 老拿虽然是个恶僧 可段公子不是我杀的 难道是 是我表哥下的毒手 他为什么要这样狠心 你 还不如让我也死了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救星 你 端狼 你没死 我哪能这么容易就死呢 段公子 我错练少林七十二绝技 走火入魔 要不是你吸取我的内力 老拿这会儿肯定已经命丧黄泉了 我 我一定要拜谢你的救命之恩 大师 您又何必谦虚呢 我有什么本事 救得了你的性命呢 老拿虽然在佛门 可是 好胜之心 却比常人还厉害 今天这样的结局 其实三十年前就已经埋下祸根了 死后 一定会下地狱 是我自作自受啊 不过 三十年呢 三十年的武功 三十年的武功全废了 大师 你怎么这么说呢 大师你现在 不是都已经变好了吗 我 我今天的武功全是 是佛祖让我改邪归正 得以解脱的 是佛祖 是佛祖 是佛祖让我改邪归正 得以解脱的 慕容公子呢 对呀 表哥呢 我都全忘了 老大过去多用得罪 请你们多多原谅我 大师要不是你把我抓到中原 我也不会认识王姑娘 我也不会认识王姑娘 我应该感激你才是啊 这是你和王姑娘的缘分所致 和我无关 老娜今日一去 和你们就天各一方了 端公子 端公子 实在是麻烦你 请替我 一定把这部 一金金还给少爷寺 可以吗 端玉一定办到 那就多谢你了 你要去哪里啊 要去我该去的地方 可是贵国王子 要向心下公主求婚 大师难道不去 段公子 我已经是世外贤人了 凡俗事务管不了了 老娜今后 居无定所 随遇而安 心安乐处便是深安乐处 祝你们白头偕老 好 告辞了 我们走吧 我呢 现在还不想离开这里 好 如果你不想走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那我们就待在这里 再没人会打扰我们了 不过啊 我呢 是不会让你待在 这么脏的地方的 我们走吧 三弟跟王姑娘可能走了 咱们大家也都走吧 今后谁做驸马 跟咱们都没关系了 爸先生 你娶了妻子没有啊 段大哥不愿意去做驸马 你可以去做呀 到时候你娶的西夏公主也不错呀 钟姑娘 你真会开玩笑啊 可惜啊 你相貌娇小不像男人 否则替你哥哥出马 娶回西夏公主 我哥哥 我是说替小王子办好这件大事 八司空 咱们这儿就去吧 好 穆姐姐你答应去了 你愿意去了 在下姓段明日 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 诸位眼影之间 可要几点一二 我这个样子 真是凶死人了 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 你说得好听 你先去换件干净衣服 我们再去西夏皇宫 嗯 你先去换件干净衣服 我们再去西夏皇宫 嗯 慕容公子 表哥 好好 是表妹和表妹夫啊 慕容公子是要去西夏皇宫吗 嗯 段公子也要去吗 是 你 你不是有表妹预约了吗 你 公子你误会了 我这辈子有了语焉 别误他想 我们去西夏皇宫 是因为我姨兄 还有几个朋友在那里 段公子和我 都希望你早日娶到西夏公主 段公子真的 不跟我争当西夏驸马了 我不跟你争西夏驸马 你也不能来争我的燕妹 大丈夫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当然 那我们得快的 别让你那个妹妹 替你去争当西夏驸马 我妹妹 她已经女扮男装 替你去皇宫争当驸马了 快 快 快 段殿下 你怎么了 你都知道了 也没有都知道了 不过看你这个阵势呢 也知道一二了 段殿下 可真是为难你了 你倒好 不声不响地跟着王姑娘走了 去家我在这儿懒云充数 好妹子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被人偷在一口枯井里面 差点活活死在里面 你没受伤吧 我看你脸色不大好 王姑娘 你把自己的鸡肚太虚 看你了 我还不是 我や policy 像 你 你 我 我 我们 你 我 你 我们在那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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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殿下御室诸位佳克远来 清凤阁惭愧没有好茶没点款待 实在是怠慢了 请诸位随意用心 嗨呀 你们膝下可真啰嗦 抬上公主快些出来吧 等诸位用过茶点之后 公主殿下另有御室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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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既然有命 我们还是遵从得好 我吃 我可是遵命吃了 你现在请公主出来吧 是 大伙快点吃 加饱劲 来 吃 来 这个 来 干 这回该行了吧 公主殿下请诸位佳克到内书房观赏书画 诶 书画有什么可看的 画上的美女能有真人好看吗 摸不着 闻不到 都是假的 这就好了 公主让我们到内书房去 观赏书画为序 考验文采是谁 想宗赞王子 这都醋也漏夫 懂得什么十字可负 好 公主殿下有余 请诸位女扮男装的姑娘们 已遇不惑之年的先生们 都留在这里休息喝茶 其余诸位佳克请到内书房 非也 非也 请问这位先生有何高见 高见是没有的 低见马它是有一些 我猜想你一定会问 请问这位先生有何低见哪 看你这么腼腆害羞的样子 索性我就听你说出来 也就是了 多谢先生 我们千里迢迢来见公主 一路之上历尽艰辛 有的葬身于风沙大漠 有的丧命于狮虎之口 还有的被这个吐蕃王子的 手下武士所追杀 道德灵州的 时程中只剩下两成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想见公主一面 如今 只一父母把我早生了几年 一直在下年过四十 一帆跋涉都白费了 早知如此 我就晚出世几年了 先生说笑了 一个人早生晚生 哪有自己做得了主的 你瞎折腾什么 公主既然有此欲 咱们听就是了 你瞎啰嗦什么呀你 王子殿下 我刚才这番话 原是为你说的 你已经四十一岁了 虽然不是很老 但是年欲不惑 是不能见公主了 我前天刚给你算过生日 你实实在在的四十一岁了 诸位 要我说 个人的生日 总是自己记得最清楚 过了四十的就请留在这里 不到四十的就请内书房吧 别听他的 我不到四十 不到 我连一百岁都不到 虽然年欲不惑 但是性格却并非不惑 而且是大惑而特惑 快进去吧 进去以后 一定要帮助表哥啊 啊 那你就怎么不离啊 我的哪儿 你 哪儿 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